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十大烂剧还是要选出的 毕竟这就是对每一部烂剧的最大肯定 以下就是今年最值得肯定的十大极品烂剧NO10 钟馗说妖记豆瓣 4点1分 在车步剧中看到的是有些赤胀 也有些娘炮的钟馗 还集结了一群十分的脑残人物 配上幼稚的剧情 看了两集就熬不下去 身心备受摧残 NO9 创业时代豆瓣3点7分 原本以为有黄轩和周一 没再会撑起一部好剧 可还是低估了杨领的实力说 好的互联网创业故事 单给人的感觉却是 音剧对移动互联网都是一知半解 而且故事庸长 且无聊完全感受不到创业的激情 NO8 谈判官豆瓣 3点4分和2017年的顶级烂剧极光之恋一样 烂物是超级俗套 惊雷人又无聊 看了几集 就被雷到有心理阴影 更恐怖是剧中还有一堆奇葩 始终透露出浓浓的辣眼睛 气质 NO7 凤球皇豆瓣3点5分天雷滚滚的一部烂剧 蜡眼睛指数爆表 是对烂剧承受能力的最大挑战 凤球皇剧情漏洞摆出形结十分无聊 人设和造型十分辣眼 具备了烂剧的所有关键性要素 不过 就算是这么一部超级大烂剧 也只能排到第七 毕竟墙中自有墙中手 NO6 流星花园肉瓣3点3分作为一部偶像剧 新版流星花园光前十几分钟 就具备了足以引发呕吐等 不良反应的效果 最难以忍受的是 可怕的价值观 输出心满到名似超凶的 一言不合就打山菜妹 简直就是暴力狂更恐怖的是 他又喜欢被虐被山菜妹踢了一脚之后 就爱上了山菜妹 NO5 莽荒记豆瓣3点1分夜光剧本就是厉害 看过之后就会明白 莽荒记的剧本 真心需要促膝长谈深入研究一下 他故事讲不好情节讲不顺 再配上糟糕的剪辑 呈现出了乱七八周的剧情 NO4 娘到豆瓣2.5分非常可怕的一部烂剧 但收拾报表实在想不透 都什么年代了 竟然还有娘到这种三观不正红颜风际文化的烂剧 简直就是国产电视剧中的耻辱NO3 甜蜜暴击豆瓣2.7分一部极度糟糕的烂剧 剧情 台词 表演 都超级尴尬直入广告 更是丧心病狂 甜蜜暴击 是陆寒和关晓彤合作的剧集两人 在剧中都超级能打 关晓彤一拳打出去 都自带电吹风功能NO2 心笑傲江湖豆瓣 2.6分烂到超乎想象的翻拍剧 心笑傲江湖演员 演技 人设 台词 剧情全部沦陷 连BGM都疯狂到用更要命的是灵活冲稚嫩 娇弱 完全就不是笑傲江湖的感觉 NO1 寻情机豆瓣2.3分年度 最佳极品烂剧刷新了烂剧的底线 MING PAO CANALSAGES